全骨指的是骨脉类植物的种子 必须要完整保留全骨粒的三个重要部分 肤皮、胚乳和胚芽 位于最外层的肤皮 组织坚硬而粗糙 是植物用来保护骨粒的纤维构造 中间的胚乳则占骨粒内部的最大体积 蕴含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 提供植物发芽所需的能量 也是我们主要食用的部位 胚乳的肌部侧面有一颗小小的胚芽 是种子发芽的位置 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与脂肪 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 在食用时 必须要完整摄取这三个重要部位 才符合全骨的定义 其实全骨的定义或是全骨的种类非常的多 那穀物里头你说糙米是我们最容易取得的 那所以像自己在家里的话 大概就是会煮糙米饭 有时候呢 糙米我会加一些纸米 因为纸米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全骨 穀物杂粮里头 其实像现在的所谓的硬子玉米 基本上它也是全骨 那这都是很好的一个全骨的来源 糙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烟碱素、矿物质和直化素等 所包含的营养成分 几乎是金白米的三倍以上 不只这样 多吃全骨类食物 还可以帮助我们摄取大量膳食纤维哦 蔬果的膳食纤维呢 含量当然有 但是如果以一颗苹果中型的苹果来讲的话 连带皮吃 你的膳食纤维量大概也只不过是 三克到五克左右 所以一天要三十克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话 初估来讲你就要吃十颗的苹果 营养学家建议 我们一天之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全骨 或未精致全骨杂粮 要落实餐餐全骨 虽然不太容易 但只要一点点巧思 全骨饮食 也可以是一道道美味的家庭料理